當然也有業者主張就是說 是不是未來應該要進一步立法 讓整個規定的法據更堅實一點 未來會不會有這樣的考慮 對 我想如果要立法的話 當然是內政部隊要在適當的法律裡定 台灣現在目前沒有任何的法律 是談到這個專業方面的事情 譬如我舉個例子像日本 有所謂宰建業法 就是住宰的宰 建築業 宰建業法 它裡面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說你是那個房子 還沒有蓋好以前 你就跟人家做預定的買賣契約的話 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受人家訂金的話 你就必須提出保全措施 它的法律與規定保全都非常僵硬 只有一個就是銀行保證 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保證或者信託 是非常僵硬的 所以如果一旦立法的話 我其實不反對 因為這個簽證人民權利義務的事情 立法是也很好 但是立法的時候 有時候會僵化 譬如說日本那個法律這樣定下去以後 日本發現我沒有其他選擇 我不是找銀行保證就是信託 要麼就其他金融機構的保證 他覺得會不會太僵化了 其實同樣的我想主持人對於歐洲情況很了解 我覺得歐洲只有法國有訂這方面的法律 法國訂的它是要求是用保險方式 那如果我們假設保險公司不願意提供保險商品怎麼辦 這事情不要做了 所以有時候立法有時候會僵化 我基本上我其實不反對立法 那就要找到適當的法律來訂 對 因為就是說很多業者也是在擔心就是說 這個未來假如說是譬如說這個 譬如說價金償還保證這個假如說 具強制性的的話 那可能這個建築業的資金會被凍結掉 對 我真的很了解 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擔心 那甚至於有些人擔心就是說 未來這個中小企業 因為他在銀行可能信用都已經用光了 那會不會就是說導致於就是說 未來這個營建業的這個中小業者 他可能就必須要退出預售屋市場 有這樣的一個擔心 我想這個擔心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可以報告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我過去在銀行做經營銀行的時候 或者做壽星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放行科長出身 後來也主持過放行會 或者也主持過銀行 我很了解說建築業它資金來源 至少來自三種 一個是自備款 一個是銀行借款 第三個就是 預售屋這個 所以你如果說把它這個動太緊的時候 它變成房子蓋不起來 反而不是消費者的福氣 消費者的目的是要拿到房子 所以怎麼幫忙這個建商 把房子蓋起來交給消費者 這是目的 那這個是什麼 內政部它以主管機關的身分的話 是in the best position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在原則上 內政部來定這個方法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有網友不好意思 我先幫網友問一下 因為剛好網友有在提這個問題 他就說這個預售屋的這個擔保 請問負面長就是說 他這個擔保系統一旦定義之後 會不會讓這個整個房子的這個價錢 業者就會把這個價錢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然後讓這個房價相對性又更提高 關於這個部分 你要不要先回應一下網友 好 我想我報告一下 這個過去的例子 這個像商品禮券等等 並沒有說禮券就因此 變得比較貴一點 你100塊禮券你還是100塊去買 那甚至有時候禮券 還因為團購還可以打折等等 那個過去例子是沒有發生這個狀況 那我們為什麼說 原則是要內政部所同意的一些方式 它可以定好幾種方式 在這定種方式的時候 就可以說盡量減低大家的成本 如果你要銀行保證的話 銀行保證通常會收整個保證金額的 大概年費率 大概0.5%到1% 那這個時候當然會 就會轉嫁到 會轉嫁出去 當然它也可以自己吸收啦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它有沒有吸收 那所以你說內政部定的方法的話 就比較容易 那我們後面的方法你也有一些是說 不會轉嫁的 比如說同業之間保證 同業之間分組聯保 就好像以前我在銀行的時候 我們讓那個麵粉工會 進口小麥的時候 讓分組聯保 那分組聯保一毛錢都不花 同業之間互相支持 在銀行業這一種做法已經是 已經是開始在進行了嗎 還沒有 就是我們提供這種選擇 在後面提供這種選擇 但原則上還是要內政部去規劃 內政部規劃的時候 當然會考慮一些可能成本最低的方式 包括說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像這種銀行業 他自己分組聯保的方式 其實就是一種 這個一種這種所謂 可以讓成本降的最低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轉嫁的這種情況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市長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銀行業他們自己做相互的這個擔保 那我看到這個媒體裡面 有在報導就是說 有一些業者他們也擔心 就是根據這個公開發行公司 背書保證這個作業處理的辦法 就是說對於這個 要互相保證這個業務 他們其實規定非常的嚴格 他覺得說這個部分 恐怕未來再實施的部分 可能恐怕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關於這個部分 不曉得副院長您的看法是 我想這方面兩方面講 你剛剛講的是公開發行公司的辦法 那個辦法其實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的這種營造業者 其實他有相當的財力 他要取得銀行保證的話 其實困難度是非常低的 因為銀行很樂於幫他保證 甚至用很低的保證手機費 幫他保 為什麼 因為銀行第一有信心 第二 他說你說他拿這麼低的保證手機費 滑得來嗎 他從其他業務 他是這個叫我們叫 relationship banking 就跟銀行 銀行跟客戶是整體的關係 所以大型的公司 剛才說會適用那個辦法的那個公司 其實是不擔心的 擔心的是中小企業 中小的話他就可以透過這種同業的 但是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我想這個要思考這個方式 有什麼好的方式的話 是業界和其他大家 一些團體共同來協助那種 把它想出來 那我們只是提供說八個月時間 大家一定要把它想出來 否則長期以來很多的消費者 就每天在那邊很緊張 就是說我今天交了一幅款 糟糕了 他有沒有進度啊 比如說下雨天沒有去開房 他也很緊張 他是不是不蓋了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 讓一個社會上 大家都在擔心的情況之下過日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你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有這個網友他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比較一般問題 可是我還是幫他問一下 他說想請問副院長 小市民如果碰到 主任委員 想請問主委 就是說一般消費者 如果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是應該跟消費機會 還是要跟消保會申訴 這個是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這個是一般消費者最大的困擾 到底要跟誰申訴 我想我們來報告一下 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話 任何消費者有事情要申訴的話 第一是各主管機關 比如說你房子的部分 你可以找內政部 比如說跟金融有關的話 可以找金管會 比如說跟醫療糾紛有關的話 醫療我們通常不叫消費者糾紛 就是閹割法律一定不是 但你如果有任何醫療的話 你可以找衛生署 或者找各地方政府的單位 因為我們在消保法設計就是說 有主管的部會 還有各地方政府 都是這個消保法的主管機關 各地方政府都有設消費者保護中心 所以那是原則上是申訴的管道 他第一先申訴然後調解 這在消保法律規定非常清楚 那至於因為那個消費機會來講 這些消費法律規定的消費者團體 當然你也可以說不要找地方主管機關 直接找消費機會 那找這各有好處 搞地方主管機關 那個地方政府他都有設消保官 消保官他有這個 第一他有點公權力 第二他也對於這種消費者保護法 非常熟悉 他可以提供一定的協助 那如果說有的人覺得說 我用消費機會民生很響亮 其實消費者團體不只 所謂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這一個 那又是人前 也有些其他的 那當然你覺得消費機會 我願意去找他訊息他的協助 其實我想消費機會也不會反對 其實以政府立場來也不反對 因為我們提供 在法律上提供不同的管道 那但是我要報告一點就是說 如果找消費者保護團體的話 那一定要是政府許可的 教會老後團體 因為這是消保法裡規定的 對 那個 因為現在大家一般民眾 這個消費者權益的意識 越來越高漲 所以我想那個 那個消保會 還有就是整個體系裡面的 消保官所面臨的問題 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 比如說今天 自由時報頭版就提到那個 遊樂設施 就是遊樂場的遊樂設施 假如說是有部分維修的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要按照比例 退還這個問題 那這個也引起業者非常 就算是說 我不會聽到